我作佛使国中万物 国中指极了世界 万物是总说 我们讲依报 就是居住环境 修学环境 生活环境 都包含在万物里面 严禁是从体上说的 我们这个世间的物质不清净 为什么不清净 居住在这个世界的众生 心不清净 佛在经上跟我们讲 宇宙人生的缘起 环境属于依报 依报随着正暴转 这是策法原底的道理 宇宙怎么来的 这个宇宙就包含所有的环境 华言经上说的 唯心所现 唯事所变 整个宇宙是自己一念顿现 一念 我们容易体会就是做梦 那个梦境是我们的心变现的 不干别人的事 所以佛法这些策法原底的道理 我个人觉得我们能听闻真是百千万千难遭 很幸运 那更有福报是什么呢 拿这些这么精闭的道理来思维 来改造自己的命运 以前不知道这个道理 自己就会把责任推给什么 推给谁谁谁害的 甚至于都是那一座山 坏了我的风水 把责任都推到人事物上面去了 怨天尤人 当然 假如是这样 那铁定命运越来越不好 这个余敬义工给我们表演 本来十八岁就考上秀才了 到了四十七岁 家徒势必 穷困潦倒 还在抱怨 那当然命就更不好了 所以要改造命运 首先不抱怨 那既然都是我的正报 所限的一报 那怎么改善自己人事跟物质环境 改自己的心 从根本修 从根本来改造命运 改习为立命之机 把习气改掉 把个性改掉 这是改造命运最重要的基础 习近 夜自消 习气调伏掉了 这个夜就消了 大家观察一下 了凡先生为什么改造命运 内行人看门道 我们不是只有拍手 了凡视讯 这个了凡先生 命延长了二十一年 当了大官 这个我们都知道 关键在哪 Key Point在哪 外行人看热闹 内行人看门道 就在云古禅师 这个真上缘 殊胜 一生人遇到高深 又肯听 命运一定变 福在受见 能接受劝见 而且云古禅师也高明 成年人你说 你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他可能心里面想 要你管 所以一般来讲 二十岁到四十岁 不能讲 只能暗示 四十岁以上 不可以讲 要顾及他的面子 云古禅师 善巧 他只是反问 我现在感觉 我们现在没有学到 这些高深的 这些高深的 善巧智慧 我们有时候一开口 停不下来 这习惯什么 习惯灌输别人 习惯 说教 甚至于严重一点 洗脑 那个气势就是 一定要对方接受我的意见 我现在观察 我现在观察很多年轻人 一听他爸爸妈妈一开口 我看他们的表情就是这样 那个眼神就是 又来了 你说年轻人一听我们开口 就是又来了 你说他们很接受吗 我感觉我们这些当父母的人 心太粗了 自己一开口就如露无人之境 大家都可以乖乖立正站好 听我讲话 也不关心人家的表情 到底能不能吸收 人那个习惯一来 自己都做不了主 就像那个四川的厨师 客人说 不要放辣椒 他足啊足啊 不要放辣椒 还是放下去 太习惯了 他也不是故意的了 没察觉到了 所以要把下一代叫好 我们这个夫妻当父母的 也要培养一些默契 假如又开始说叫了 另外一半就摸摸右脸 提醒他 停一下停一下 这样比较不会尴尬 有些动作 提醒提醒 其实这些方式都 跟理济学济相违背了 倒而扶牵引导 不是硬拉他 抢而扶意 抢是鼓励肯定 不要否定他 你比方说 当父母的 自己很认同汉学 跟孩子说 你不走汉学 你人生就完蛋了 你孩子下一个念头 我偏偏不走 看我会不会完蛋 你就太强势 然后又 讲话很绝对 人家听了不舒服 本来还有希望走汉学 你这么一讲 人家就不愿意了 所以我都请 这些当爸爸妈妈 手下留情 本来你的孩子 应该可以 来学汉学的 结果被我们搞的 教学的方式 教育的方式 都跟理济学济不相应了 它产生反感 行行出状元 你要顺势而为 横顺众生 说不定他 出社会了 在某一个领域去努力了 他感觉到 汉学里面的做人做事 才是自己事业 能不能再上一层楼的关键 这个时候再来读也可以 不要硬试操作 适得其反 所以孩子是我们的一报 随着正报转 我们那个控制要求 没有放下 孩子一定是 反着我们要的方向走 你硬拽人家 人家一定往另外一个方向 要逃离 这个很正常的 所以开而复杂 这个抢而复义 再来是开而复杂 开是启发 而不是 一句话讲 讲到底 是启发式的 父母老师 假如都是灌输式的 也会影响小孩的悟性 所以云古禅师 有智慧 他知道 了凡先生的命都算过了 结果他知道了 他只是反问了一句话 辱智揣应得科蒂佛 应生子佛 你自己想一想 你应该考上功名 进士吗 你应该有孩子吗 下一句是关键 吴追醒良久 他反省了好一段时间 接着自己说不应也 请问这个不应也 假如是云古禅师讲的 你觉得味道一不一样 这个云古禅师说 我看你不应该考上功名 辽阳先生听了不舒服 他自己讲 我们顺着云古禅师的话 我们问问自己 我们应该越来越有福报吗 如自权 应可以往生佛 我们应该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吗 我们有没有资格加入 连子海会的俱乐部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假如我们现在不经意的 一开口就会 讲人家的是非 那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去 不就乱了极乐世界的磁场 那边是 尊修普贤大事之德 都是称赞如来 没有批评的 老话上也说 能不能往生 不要问别人 问自己 我们佛号有没有越来越多 越来越提得起来 妄念有没有越来越少 这个要自己检查 诸位忍者 2024年 走了一半 我已经过了中秋了 我现在觉得一年 对我来讲是 very important 很重要的事情 我没有太多的阴连 自己假如 功夫境界都没有提升 那这个 不是开玩笑的 轮回是路线 可不能再搞了 下次要再遇到念佛法 那不知道要多少劫 可能还要再积个无量劫的话 那是太对不起自己了 我们遇到了 这策法原底的道理了 就应该 依照这个教诲来思维了 而了凡先生开始反省自己 就是从震报 短命啊 没有指示 这个都是义报 随着他的震报转 结果他接下来就发愿了 愿力大过业力了 这个命才能转动 都是业力做主 那命运只有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